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校董会全票通过 任命卢玉明为下任校长 日本执政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干事长石破茂胜出 表成为下任首相 各位 港股升穿两万点大关 成交额超过四千亿元 创历来新高 横指本周累计升超过两千点 大市今早高开五百二十二点 一开市便崇上两万关口 之后升幅扩大 升至十七个月来高位 收市升七百零七点 港股成交急增 港交所收市升一成一 科网股带动大势 阿里巴巴升约半成 变升红低谷 中央提出楼市要止跌回稳 内房股有追捧 万科和龙湖升超过一成 新世界发展复牌后造好 升幅超过两成 中大校董会通过任命卢玉明为下任校长 卢玉明表示 会致力推动科研和人文教育 也会协助重建学生会 61岁的卢玉明获所有校董全票支持 为认为中大第九任校长 与中大校董会主席 查一超一同建计者 他将于明年1月8日就职 任期五年 卢玉明是著名分子生物学临床应用专家 出任中大医学院副院长 同时是北京政协 特首政策专家组成员 记者会上被问及他的政治背景 对大学学术自由会否有影响 他这样回应 学术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们做学术的期间 也要注意到是合法的 如果在正常的研究里面 其实我自己觉得踩到你所说的红线的机会是低的 我在内地的一些公职 其实是一个桥梁 令到我们的声音可以带到内地 会有决策的机构 被问到2019年反修例事件期间 中大被称为爆大 卢玉明形容会有新开始 也会协助重建学生会 2019年所发生的 对于大学来说是一个前所未见的事情 大致那时到现在 其实我们已经重拾正轨 所以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就再努力集中在我们的基本要做的事情 就是推动学术和教育 在我上任之后 当然我会寻求和学生有多的沟通 去令到听他们的心声 另外我就觉得其实我作为校长 而校长其实是我们校董会的重要成员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是一家人 最重要是团结一起去为中大做事 大学其实是支持学生去重建这个学生会 另外立场新闻发布煽动刊物案中 11篇文章裁定有煽动意图 其中四篇由中大专业顾问欧嘉林撰写 他月初向中大申请休假 而他前年4月被捕 保释期间 今年3月获中大委任为 义夫书院学生第二宿舍涉监 卢玉明在会上被问到委任是否合适 他回应说不评论个别个案 查一超称赞卢玉明谦逊后道 深受敬重 相信他上任以后有助推动大学发展 以及与校董会的沟通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宜报道 海洋公园目前有6只大熊猫 正构思扩解方案 需寻求资金支持 主席庞建仪表示 暂时不考虑加票价 中央赠送的一对大熊猫 安安可可顺利抵达海洋公园 主席庞建仪形容 他们对新环境表现好奇及雀跃 正开始适应 他们的新居四川奇珍馆 已完成第一阶段翻新 第二阶段正赶工 增加血食及喷血迹 他又指原方会积极打造大熊猫品牌 6只大熊猫刚好是老中青三代 日本执政自民党总裁选举 由前干事长石破茂当选 预料他将接替岸田文雄 成为日本新任首相 67岁的石破茂从政三十多年 1986年29岁的他成为 日本众议院最年轻的议员 并做过防卫像农像 地方创生担当像等职务 这次是石破茂第五次参选自民党总裁 被视为最后的挑战 石破茂在首轮投票合共获得 154张国会议员及地方党有票 不敌主要对手 得到181票的经济安保担当像 高市早苗 但两人得票都没有超过半数 进入次轮投票 结果石破茂以215票反超 高市早苗则获得194票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 呼吁日方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共同构建稳定的中日关系 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指 有份出席的公民党党魁 山口纳京南等日本政客致辞时指 希望日中双方重温邦交正常化初心 积极促进交流合作 妥善处理矛盾分歧 推动日中关系改善发展 另据日本传媒报道 招待会有提及 日前在深圳发生的 日本人学校男童遇袭身亡事件 指吴江浩就事件表示深切哀悼 并呼吁中日双方冷静对待事件 保持交流 又指中方将依法调查审理案件 坚决打击任何形式的暴力犯罪 而日中经济协会会长靖腾笑声就强调 期待查明真相 包括犯案动机 并敦促中方营造安全营商环境 美国国务院表示 国务卿布林肯周五将与外长王毅会面 根据美方公布布林肯的日程 他当地周五下午1点半 在纽约与外长王毅会面 布林肯之后会见记者 早前有分析认为 两人可能会商讨 再安排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 指中方愿意扩大进口 汇集各国 外长王毅在纽约继续会晤 多国代表 包括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 因阿莫林塞车 会面迟了约半个小时才开始 王毅以这件事比喻中巴关系 这说明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碰到一些意外 甚至可能会碰到一些干扰 但是只要是正确的事情 我们就坚定不一定要把它做到地 王毅会晤中美洲国家 哥斯达利加外长安德烈是指 两国在经贸上能加强合作 王毅与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面时 宣布向丹麦实施单方面免签 又提及欧盟对中国绿色产品加征高关税 与绿色转型的努力背道而驰 双方应通过磋商妥善解决 希望丹麦能发挥积极作用 王毅在纽约第五天 将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 并出席安理会高级别会议 商讨中东问题 无线电视记者周丹妮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明 会继续全力打几里巴嫩真主党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警告 黎巴嫩正面临种族灭绝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市郊 周四遭乙军空袭 至少两人死亡 十五人受伤 这是贝鲁特南郊一周内第四次遇袭 乙军表示成功击杀 郑主党一名指挥官 东部已壮由叙利亚工人租住的建筑 遭乙军空袭 当地传媒制 二十三名叙利亚人死亡 另有八人受伤 黎巴嫩政府表示 自去年十月初以来 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已在黎巴嫩造成1540人死亡 五千四百一十人受伤 真主党表示 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八十枚导弹 以色列表示五人受伤 对于美法推动以离停火21日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指报道不正确 到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内坦尼亚胡表示 会继续攻击真主党 同样出席联大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表示 巴勒斯坦人不会离开加沙及约旦河西案 批评以色列正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 这情况目前也在黎巴嫩出现 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加沙 并呼吁停止向以色列供应美国武器 五三电视记者李佩露报道 四级飓风海伦尼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 据报最少三人死亡 海伦尼可能是今年吹袭美国的最强风暴之一 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海地区 强风下道路监察射路机不断摇晃 海水涌上路面 海伦尼阵风风速高达每小时225公里 当局预料会带来6米高的风暴潮 佛罗里达州近90万户停电 当地官员呼吁部分地区居民疏散 学校停课 有机场暂停航班服务 近700班航班延误 超过900班航班取消 总统拜登也表示 风暴破坏力极强 呼吁居民跟从疏散指引 到安全地方暂闭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克里斯维尔 向拜登汇报风暴情况后表示 将在周五前往佛罗里达州指挥当地 应对灾情 无线电视记者冯庆辉报道 新闻报道完 感谢收看 再会